大家好,我是老板 昨天晚上我就是在燃烏湖边来着 也没有月亮,很黑 黑灯下火的,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到燃烏湖边了 但是呢,今天早上被汽车吵醒之后 我一睁眼睛一看,呼! 看! 燃烏湖,是不是感觉有别样的漂亮 我20年来的时候,这个湖边水是蓝色的 结果今天一来看,全被冰封了 然后山上的雪也更多 看着更像一幅水墨丹青画 一会儿咱们用无人机拍一下 其实燃烏湖是两个湖 远处这个山的对面还有一个湖也是燃烏湖 它们是连着的,但是中间有一小段是断开的 现在咱们来的是这个,就是去往茶玉县 丙茶茶那边的路是三四九 或是哪条国道我忘记了 就是这条国道边的燃烏湖 另外一半呢,是在国道318的旁边 这边,算是一个小岛吧 基本上每一个,算一个半岛 每个来燃烏湖的都会到岛上去看一看 冰封的燃烏湖,还是便有一番风味吧 看远处那个山,雪山上现在正在下雪 那个云太低了,然后在山上它就会下雪 那边也是 我还不知道这两座雪山叫什么名 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其他的朋友 我对这边的文化,有的时候还是很缺湿的 很多地名记不全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山名或者地名太咬嘴了 那可不是石头,这是水泥 撿一块石头 然后你可以也放在上面 全是冰,全是雪 就这样 这个就是玛丽堆 这个玛丽堆就是祈福的 藏主人会在这个山边或者湖边捡一些石头 然后堆上这个石头堆 也就是玛丽堆 咱们也堆一个 不为了别人吧 为了所有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们 当然这个 你堆可以啊 不能拆别人的石头 然后你自己来堆了 那个不好 不道德 我不知道 在藏主这个 义里这个玛丽堆 是 为什么他会祈福 反正我知道这是好的意思 所以说 咱们也堆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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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是不是还得有点椅子感呢,得捏捏咒语啥的 这个湖面虽然还结冰了,但是湖面好多酒印啊,好多人也走上了去,走上湖面去了 这个湖在当地也是一个神湖,所以说来这儿参观的尽量不要上湖上去走 不管是这个时候是冻了,或者夏天的时候那个湖面就是没冻的时候都不能进湖里边去 这是对人当地的不尊重,所以说你们要如果来玩的时候,这上面也不要随随便便地往里边走啊 鲜etaan 鲜 line 鲜国 鲜园 鲜图 鲜园 鲜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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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